《習近平》主席在7月1日的重要講話裏面提到 香港創新科技產業迅速興起 免領我們把握好國家發展帶來的歷史機遇 不斷增強發展動能 特区政府将推动香港优秀科研成果转化和商品化 发展高增值的先进制造业 更会推动香港再工业化 确保经济结构多元 分配合理 而且可以持续发展 为香港工业展开新篇章 习主席对香港多年来的发展 给予一个高度的肯定 这届政府一定会继往开来 主动地对接好国家的重大战略 带来的庞大机遇 在巩固传统产业优势的同时 也会全力发展新兴的事业 创新科技发展肯定是这届政府 拓展新兴产业的一个重中之重 特区政府推动的再工业化 并不是说想要将一些需要土地 和劳动密集的制造业 重新带回来香港 而是以我们物联网 人工智能 新材料和智能生产工序等等 作为基础 引进和发展适合香港的高端制造业 同时也促进传统制造业的升级和转型 以创新科技提升竞争力 特区政府会致力为本港再工业化创造更好的条件 包括基础建设 财政支援 人材培训 技术提升 科研推动等等各方面 其中 特区政府会致力加强香港和深圳 和其他大湾区的城市的创科合作 推进深圳、香港、河套等重大的合作平台的建设 推动创科成为区内新经济的引擎 助力打造大湾区成为十四五规划 所赋予作为国家科创中心的角色 香港科研实力雄厚 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国际化和高度市场化的优势 而国家十四五规划和大湾区发展 更为香港带来无限机遇 在香港推动再工业化绝对是大于可为 那么今年我们已成功扭转了制造业 占本地生产总值比例的下降趋势 我们会继续从基建配套、人才、资金、技术及科研等各方面 为再工业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推动香港再工业化发展是社会各界的主流共识 我们会继续做好有关工作 并业界共同努力推动更多高增值和高技术含量的制造工序和生产线 落户香港 务求精益求精 进一步完善创合生态圈和科技生产链 kein Dieu 酱о 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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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